遇到粘连,我们经常会用敲机来解决问题,倒垃圾倒不干净,轻轻敲一下,厨房下水倒堵了,也可以敲一下,那如果要清空高出的管道呢,如果要消除大型容器内部挂料呢,这显然就需要借助工具了,如果不考虑损花问题,锤子等工具就能帮到我们,可是工业生产显然不能如此粗暴,它也有专门给自己清理的锤子, 那会是什么锤子呢,气动敲击锤就是负责消除容器和管道内挂料的,专属清刀夫,还可以通过调节供气压力来调整敲击力度,有效应对不同的排毒需求,所以涉及到全体加工的行业,如化工,水泥,饲料,煤餐等行业,都少不了气动敲击锤这位清刀夫,那么它在安装时需要注意什么呢? 安装气动敲击锤时,需要先将法兰焊接在容器外壁上,这里调黑板提醒几个重点,一,容器较薄时,请焊接增强板,多焊几层也无妨,否则因冲击可能会造成破损,二,请确认安装法兰的打击面维持新平面,不需要请加装增强金, 三,为防止透露,要用拉锁将本体调装分固定,这样气动敲击锤就可以开始工作了,关注飞灼,为你提供智能传感最佳解决方案